雷可能是人打的 所有的天氣都有可能現在靠著現在的科技 是人類行為去製造的 但是我們還是常常說人類要尊敬大自然 因為大自然千變萬化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預測 就像很多的天氣的一個情況 在現在真實的世界裡面 我們都看到好像很難解釋 熊維你聽過所謂的鬼火吧 鬼火 你會覺得是靈 科學家告訴我們說那是靈 靈自然 變成鬼火 傳說中會追來追去 科學家曾經在全世界 有去的那個靈異事件的靈異地點裡面 發現真的有一種類似鬼火的東西 不過它不是綠色的 不是我們傳說中的靈火 它是白色的物體 它會移動 然後他們追逐到它除了拍攝之外 有一次還真的把手給伸進去 那個白色的東西裡面 發現裡面非常的冰冷 然後一伸進去以後 這個白色的東西立刻逃離 立刻不見了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在全世界很多靈異事件裡面 都有類似這種鬼火對不對 白色球 這種冷球的說法 跟你剛剛講的感覺那就是摸到鬼 好像那感覺就是比溫度低嘛 我們通常講說 如果鬼要出來的時候 溫度都會變得很低嘛對不對 我們通常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麼那是屬於科學的解釋 無法解釋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這是冰冷的鬼火對不對 另外一個部分是球狀的閃電 那球狀的閃電剛好相反 為什麼呢 剛剛講的是比我們的溫度低 對不對 冰冷 球狀的閃電是日熱的 它是一顆大概足球這麼大 也有比較小一點的 通常一般人看到的是像足球這麼大 它也可能是紅色 白色 藍色 綠色都有可能 但是它會自己移動 它會自己移動 通常如果這個區域發生過暴雨 突然間有打零閃電或暴雨的話 會出現這個東西 那它出現的時間不會太長 古今中外很多的點擊都有記錄過 發現過這個球狀閃電 所以瑞德哥講的是閃電 不是大家想像中劃破天際 它這個閃電 其實它這個球狀閃電 並不是真的一條那種閃電 不是 但是我們用這個來形容它 為什麼呢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因為看到它的人 通常時間不會太長 這個閃電 球狀閃電通常會移動 有趣的是它會進來室內 為什麼呢 它會從哪裡進來 它也不是從牆壁直接撞進來 不是 它通常會從門窗進來 有一副人家 兩個男的在看電視 然後突然間就發現一個球狀閃電 從他們打開的窗戶 咻 就進來到裡面了 然後大家兩個人看了以後 這是什麼東西 白色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進來了以後 你可以感覺到溫度就比較提高了 沒多久這個球狀閃電 就在他們兩個人前面這樣繞來繞去 兩個人嚇了一跳 想說會不會是鬼火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突然間在它儲弊的地方 一撞 砰一聲 吹了一跳 因為它砰的一聲 有那個聲響 所以才會把它當作是球狀閃電 事實上並不是閃電 但那是大自然的現象 對 沒有錯 那很奇怪的 另外一個故事就是說 有一個小朋友 幾個小朋友 在那個樹下在那邊玩 在那邊跟牧牛 一大堆牛這樣 他們也看到一個球狀閃電 就往他們兩個小朋友 跟樹這邊過來了 過來以後很靠近 靠近那個小朋友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調皮搗蛋 就一腳踹了那個球狀閃電一下 被電到 一打到以後 砰的一聲 小朋友全部被那個砰的一聲 聲響震到跌倒對不對 旁邊的12頭牛 有11頭牛死亡 小朋友因為嚇到所以倒掉 反而可能卸掉那個力道 然後最有名的一件案例是 球狀閃電 除了在一般的那種會出現之外 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1981年的時候 它竟然出現在一架飛機上面 有一架飛機 飛經過黑海的時候 駕駛艙突然間進來了 一個球狀閃電 從哪裡進來也不知道 就這樣進來了 進來以後駕駛兩個人就愣住 正副駕駛兩個人就對看 看了這個閃電 就在那個駕駛艙裡面移動 對不對 突然間進來了 要砰的一下子 它發出一聲聲響以後 往駕駛艙去了 所以連所有的乘客都看到了 然後看到它原的駕駛窗 就這樣從機尾 砰又出去了 後來發現 降落以後發現 所有的駕駛艙跟裡面 都沒有任何的傷害 可是仔細檢查一下 在機頭跟機尾的地方 有兩個小小撞擊的地方 就有點凹陷的地方 這個就是叫做球狀閃電 好 所以看到了這樣子 球狀閃電的威力 這故事告訴我們 如果你看到這種神秘的現象 也不用太驚慌 但重點是千萬不要去碰它 但你有一個選擇可以 如果你有姜博士的電話的話 看到這種球狀閃電 可以問姜博士 他就可以告訴你 這個球狀閃電的來源 或者是什麼樣科學的 懸秘在裡面的博士 對 不管是普通 你看到直線狀閃電 或是球狀閃電 它都是始於電漿現象 電漿跟電漿電視的電漿 是不是一樣 熊衛寧叫電視 是不是叫電漿電視 不是 因為那已經過時了 現在都LED 現在都LED 那什麼叫電漿 現在已經是LED 你這問什麼叫電漿 大家很少人知道 這可能大家 這比較 物質有三態 你把邊塊加熱變水 水在加熱變什麼 水蒸氣 水蒸氣在加熱 水蒸氣就是電漿 因為電子離開原子核 所以它為什麼叫漿 就一坨的離子態的東西 所以簡單講起來 閃電就是一種電漿現象 那你說太陽 表面的溫度6000度 那麼高 當然是氣態也無法存在 就是典型的電漿現象 對 所以像我們畫面上看到的 剛剛看到的 剛剛看到那些 大家會以為拍到了神秘的UFO 拍到了外星人 又造訪地球 但其實有可能只是一個 電漿的現象 這個球狀閃電有大有小 如果小一點又在天空中 這樣飄來飄去 你會誤以為它是UFO 所以其實它有可能是成群的 所以其實UFO是 不明飛行物體 所謂不明就是無法解釋 如果是能夠解釋 而且證實是跟外星有關的話 就是叫做飛碟 所以UFO不等飛碟 但是如果不明現象的話 它的引領人的其中一種就是 球狀閃電 就電腹球 對 所以在博士 你過去的資料裡面 其實就有很多 民眾可能拍到世界各地 拍到了剛剛類似的這些影片 一成群的一顆一顆 其實那可能是球狀閃電 那並不是 對 都有可能 所以要經過鑑定才知道 有一些球狀閃電 剛才瑞柳講 有些飄到家裡面 有一些球狀閃電被證實 會造成有名的英國的麥田圈 所以麥田圈 沒有 麥田圈的成因之一 英國的科技家研究過說 有可能是球狀閃電所造成的 但是球狀閃電可以畫出那麼強 那麼複雜的幾何圖形 溫度非常高的 而且本身非常複雜 就像瑞柳剛才講的 有冰冷的 也有高溫的 不過一般這樣來它就離子態 它是有離子態 就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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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鑽是一些形狀 OK 所以很多UFO 其實就是球狀閃電 那有些球狀閃電 也有可能正是UFO 那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剛才夏威講的 也有可能是美國秘密研究的氣象編氣 那當然是另外一個話題 這個第一個發表就是我 就是氣象編氣 就是一種電章